請用簡 市長蔣萬安與社會局長姚淑文 以及市議員陳冰甫等眾多嘉賓 一起為萬和兒童暨社區共好服務中心 進行開幕剪載 市長蔣萬安表示 今日是歷史性的一刻 因為這是台北市在民國85年後 回為27年誕生的第三座兒童服務中心 其實今天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因為台北市我們在民國85年 有兩座兒童服務中心 然後我看了資料 我说85年之後咧 我們第三間呢 一直沒有出現 而今天是回為27年之後 第三個兒童服務中心正式誕生 大家打招一下好不好 而且這個歷史性的兒童服務中心 就在我們國順里 就是我們影會里長 這麼多年積極努力爭取之下 照顧我們里內 以及所有鄉親 不管是兒童 不管是我們長輩 都能夠受惠 我了解這個空間 我們一開始當然是兒童服務中心 但現在台北市我們的長輩越來越多 因為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65歲長輩在台北市已經超過了20% 每五個人裡面就一位是65歲的長者 所以長輩的照顧就很重要 也是我很關心的 我們也希望未來很多的長輩 來到這裡 不只可以上課 共讀 跟孩子一起互相的交流學習 所以我們打造一個老又共榮的空間 那我想未來 我們也希望這裡會是一個指標性的示範區 我們也希望好的模式 能夠推廣到台北市各個地方 各個區塊 所以再次的謝謝大家共同的努力 台北市未來 我想不管是對於年輕孩子的照顧 我們生育獎勵的提高 托育的補助增加 減輕年輕爸媽的負擔 讓大家可以無後顧之憂 在職場打拼 同時長輩的照顧 我們也希望大家走出來 照顧大家的健康 能夠不斷的學習 我們也推出了 所謂跟社大合作的樂靈進修券 鼓勵大家走出戶外 多動一動 不斷的上課自我學習 自我成長 那今天這個空間 我們把孩子老人一起結合 所謂的共榮共好 我想這個是未來台北市要努力的方向 現場市長蔣萬安也和當地國順理里長陳穎慧 以及市議員陳冰福等嘉賓 一同體驗包馬鼠 里長陳穎慧長期服務社區長者與學童 因此積極爭取一座共榮空間 他也感謝市府與議員的大力協助 終於讓美目成真 所以我就很希望這個地方能夠讓老人 有個他們的樂活的一個中心 那也希望他們能夠陪伴我們的小孩子 讓小孩子他們能夠開開心心的 跟老人一起生活一起接觸 然後老人講故事給小孩子聽 讓老人小孩子之間大家有感情 這樣子以後他們的家會更溫暖 那所以這個地方爭取了12年 也用了很多的心思 當然那時候的台北市的各局數都不要 那我一直堅持說你們今天不要 明天你們絕對後悔 那所以我也一再地拜託建設公司 請你給我們一點時間 那就最後因為剛柯P的局長 那個社會局的局長 他也曾經做過我的義工 也在我那邊做過一天的義工老師 所以他覺得說陳提長他有這個雄心 就希望說這個是讓社區更好的一個場所 就支持我們 也很感謝老天幫忙 各局處幫忙 各議員幫忙 還有建設公司幫忙 在地的地主幫忙 對這個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地方 終於讓我們成功的實現 那也希望遍地開花 也台北市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建案 也希望他們能夠在地的一些里長 或者是商圈的理事長 能夠提出這一方面的建議 我想不是只有七八年後才一堅成功 這是一個都更的一個回饋的空間 但是之前台北市政府的本位主義 讓這樣一個好的地方 卻遭到交通局 民政局 社會局的互相踢瓶球 好像這是個燙手山魚 然後後來終於在平埔海 我們里長共同努力就是這樣 然後讓社會局來就是接受這樣一個地方 然後提供給長者跟幼兒可以使用 我想這未來台北市在許許多多都更岸裡面 這絕對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範例 每一個地方都需要 還是有除了這個德標廠商的單位以外 當然還是也有熱心的 包括像里長 我們希望大家共好 如同就像這個地方 叫做一個共好的一個服務中心 我想這個開中民 我們不只是希望一個人好 我們就希望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 然後來提供我們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目前比較可惜的是 他的營業時間是禮拜一到禮拜五的 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跟里長共同來努力 希望在例如說晚上六點到九點的時段 也能開放 還有包括在六日 尤其現在大家非常注重的 就是週末的這個休閒生活 那長者跟小朋友 就是假日才能休息嘛 才能使用這樣一個 否則你這個時間 小朋友是幾乎用不到的 萬和兒童暨社區共好服務中心 由台北市社會局委託社團法人 中華牧人關懷協會管理 一樓設置體建設施與共讀區 二樓規劃社區廚房 多媒體試聽室 共享客服教室以及兒童遊戲區等空間 將為社區民眾提供老幼共學課程 參與長者服務方案 記者領席會 台北報導